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两款鞋也是他们最近出的款式 我还没看到实物的时候 我看到图片我就觉得挺不错的 就这个设计感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再深入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那这两款鞋呢先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好了 这边这款这是一双女马的鞋子 这叫做纪元 看一下这一个设计感 我不知道你会给它打几分呢 它是有点偏Y2K风格 这种千玺福库跑的感觉 然后这边这一双叫做纵横 这一个性能配色会比刚刚那双更高一点点 我是觉得这个配色还有这个颜值 我深喜欢看到图片我觉得很不错 其实这两双鞋呢我已经穿了好一阵子了 然后包括我也去从大林里面走了一圈 所以说还是有一个如来公里吧 至少这样的一个穿着感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纪元 当然这个是女马的鞋不是我在穿 所以所有的上角画面呢都是另外一位模特 这双鞋拿在我手里呢 中底这个泡棉反正非常有韧性 然后它是有中边这一个抗扭转的设计 不是一个硬缩料 也是跟鞋底一样的这种比较耐磨的相角外底 这是颜色这有个区分 然后它整个鞋底的纹路呢也是比较适合城市路面 但它是一双跑鞋造型 不过它毕竟是这种连向于Y2K年份的设计 那它整个性能感呢不太适合当代的这种特别激烈的运动 它定位就是一个城市休闲穿着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脚感是绝对有保证的 然后看它鞋垫不错是这种抗菌棉的 我看到这个售价我都还挺吃惊的 这个价位上能给这么多料 我觉得真的是挺良心的 整个鞋子这种设计感 做工材质什么的就没什么好挑的 后跟包裹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包裹感受的承托力都很好 地板就是很轻 后期性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OK 就是它这种鞋保证一个清凉化的同时 它的鞋底泡棉的缓震以及承托力都很足够对吧 然后你的体重踩这个鞋的中底 你觉得韧性怎么样挥弹效果 它很好 有韧性 但是不会说走路觉得线要你的力那么软 对 这两款鞋在我手里面展示的都仅有这个配色 但它本身它们自己都还有其他另外的配色 我现在在画面上大家按喜好来选就好了 码数推荐的话建议大家直接看这个CHN的厘米数 这个是最准的 其他的UK US还有Europe的那些码数呢 就参考一下就好了 这个价位 我觉得它整个定位呢 就比较适合一个老少前一的 享受个晚辈或长辈穿的没有问题 自己日常当一个学员鞋穿 也不会心疼的那种程度 然后并且它的所有的包裹感 程度和力 以及透气性呢 都还挺适合城市日常的 整个中底泡棉的回弹效果呢 算是比较有韧性那种 二开对吧 不是四位数三位数的二开 稍稍有点不是很理想 或者说我觉得它能改进更多的 就是这个鞋带比较容易松脱 这种肥的圆鞋带 当然不是说它不好 因为我绑多一个结呢 它就比较稳了 但是希望它能紧一点的话呢 可能需要换细一点 或者说是扁鞋带可能会绑紧一点 其他没什么 这鞋舌也是有这种填充的 然后整个鞋圈这一圈内衬呢 也是比较轻浮那种细腻的免质 就这双鞋没什么太多可挑剔的地方 脚在里面呢也不容易错位 整个稳定性 这两款都一样 鞋身的材质会略有不同 这双的这种织的纹理会稍微粗一些 透气性会更好 那这双呢会更加细腻 耐磨程度也会更好一些 相差无几了可以忽略不计 两双鞋都还是算是比较耐用的那种 不会说穿没几公里就开始破 或什么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总结一下 这就是这双纪圆了 它的包裹感受呢是非常舒服的 整个承托力包括鞋底 泡棉这个回弹性也非常有韧性 外底的这个纹路呢 在城市市场也不会说很滑 大家可以放心 关于上角效果 以及它的穿搭的一个示范 大家直接看画面演示就好了 具体的搭配单品呢 我也会列在屏幕上 那边松战林寺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是松战林卡的酒店 简单后提提介绍一下 鞋子是红线尔克的纵横 然后裤子是grammich 两年前没记错的话 这条裤子其实我有上升 不是脏情色 一样是这条double need的工装长裤 整个裤型还是挺熟悉的 我觉得配上鞋真的很不错 有种休闲感 然后它纯棉索脂的这个面料很舒服 然后这一件马甲是双面摇利容的 现在浅色这一面呢是光滑的 这有个小小刺绣 logo 里面就是这一种稍微深一点颜色的摇利容 这里也有个刺绣 logo 因为它反过来穿手 这边也是左胸口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跟这鞋 有没有超秤的 衣服就是前阵子介绍过的那件 MOMBEL的树干T 帽子是SALOMON的XA CAT 就是很常规的一个款式 大包上面一个顶包 首先还是看一下整体的外观设计 包括拿手的一个初步的体验感受 就是这种鞋呢 在我的CHN265码数情况下呢 它的欧洲码是43号 官方说它的41号在300克 以内那43我就算是300出头版 其实不算太重 并且它整个鞋的重量 大部分都在这一个非常肥厚的中底泡棉这里 鞋面是挺轻的 所以说这也导致一个我走起来呢 鞋底好像还慢半排流在原地的感觉 当然不是说不跟脚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说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错位感 有点描边的感觉 但它整体的柔韧性还是很好 这个泡棉呢 它是叫做Ecosy Phone 看到这个字 包括这一边还有一个 从后跟一直延伸到前掌 外侧的这个TPU的稳定片 很常说鞋抗扭转 包括它的回弹缓震性都很好 鞋身的压胶设计 这个纹路我觉得很好看 跟鞋底设计有个呼应 不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 而设计的设计 很清楚的这个设计师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这个鞋带就是这种细鞋带 挺好记的 你可以完全就不绑鞋带 直接一脚踩进去 它这个扩展性也足够 有点微微的弹力 不过我觉得它的延伸的长度呢 就是稍微有点太长了 可以短一点点吧 鞋垫材质依然是这种抗菌棉啊 就挺柔软 挺轻薄的 这个价位也是那种便宜到有点吃惊的 至少我穿起来觉得 完全不像这个价位的一个性能啊 这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官方给它这个定位算是进阶 就是它 豪泽使用的话大概是6到20公里 这样一个范围 我觉得它的整体性能感呢 我这几天穿下来 在不同路面 包括有些破烂的 非铺装路也走了 然后铺装路 实玩路也走了 我觉得都还不错 不会让你觉得特别软 软到美丽 那种就走久了 会小腿酸的那种泄力感 它整体柔韧的来呢 不会说特别硬 或者特别厚重 后期性我觉得中规中矩 不算特别强 但是在有微风的时候呢 你还是能fuel到 有风垂进鞋里面 然后它整个鞋带的整个系统 我觉得是好过刚刚这一双纪元的 那当然啦 它们的定位也不一样 这双会更加的便宜动一些 鞋带是不太容易松脱的 然后我这个配色叫做暖雾 我觉得很好看 也算是城市为主 但是你可以走一些轻度户外的路线 大底的纹路效果就这样子 它有一部分镂空轻亮的 不过我个人就觉得 这一个外底铁皮 稍微薄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能在厚一点就更好了 那当然这不算是什么缺点 那耐磨性跟防滑这还是有保证的 就至少我穿的时候呢 没有觉得它 哎呀太滑了走不稳 这样不会 看一下下雨了 现在施板路 觉得防滑还可以 但是耐用度 或者说它整个鞋面 结实程度穿多久之后 会不会有这个质量的衰减什么的 暂时时间不太够 没有办法给到这方面的参考给大家 但是这个价位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对吧 这大概就是我一些十几公里的初步体验 如果后续有更多的感受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持续分享一下 暂时就是这些了 关于这两双鞋 如果你还有别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的话呢 你可以在大幕后评 问我 就可以再交流一下 那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这两双 你会更喜欢哪一双呢 气缘还是纵横 或者说最近的红星尔克 你们有没有关注到 它们有一些更加新 或者好玩的一些单品 你们也可以跟我提一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OK 那么大概 这就是今天这期影片 主要的一些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大家不错 对你有帮助呢 一定要给我一件散亮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我一定要点击订阅 那我是罗 我们下期再见吧